接下来一个日子快来了 双十一又是大家在这个时候抢便宜 那么对于电商来说呢 也是要积极促销拼业绩的好时机 也因此带动了相关的电商概念股 从民生用品 彩妆再到保健食品 想买什么都能在这里一网打尽 随着消费者购物形态的改变 电商年度顺惠双十一购物节 也从线上延销至十起通路 欧雅集结线上线下优惠 全通路初级 累积指定金额想多重好康 更推出每日严选商品 反而想百分之十一回馈 全家也虚实并进 实际店部会员APP随买跨电取 反而抽百万毫厘等 备战双十一 实体店面会比较多耶 刚好在这时候囤就是生活用品 保雅其实是大部分都会 因为价钱有优惠比较便宜 其实有些东西比较方便 就直接可能网路上购买比较快 虚实整合PK电商龙头富邦梅 因为看看保雅第三支 税后获利六点二亿 年增百分之五十七 EPS六点零七元 不仅创历史次高纪录 全年更勇望大赚 逼近两个股本 股价远远超车台积电 三号收盘四百六十八元 险些追上富光媒的四百六十九块 在国内的这个疫情的规范 逐渐陆陆续续解封的同时 其实有很多人开始回到 实体东路进行消费 双十一的到来 那一路到年底之前 有半年货的一个需求 其实都会慢慢的增加 对于未来这个保雅的 业绩的一个展望 都会是比较偏短 其实正向乐观的 下半年节庆活动加持 百货股无论线上或线下通路 全卯足全力大抢商机 期盼借此吹出股价好成绩 三年期训练的副词台北 才发布